全民穿越公路求生 在其他人都在挨饿的时候 我拿出多余的食物 交易到了六张图纸 以及大量的二级材料 这六张图纸 分别是狩猎长毛 防刺服 防晒服 抗生素 毛毯和温度计的制造图 其中 抗生素制造图的价格最贵 足足花了500克卤肉 一张烤囊外加500毫升水才换到 不过 也是物超所值 抗生素制造图 消炎的绝佳药物 配方 二单位 一级草药片 在这个求生的世界里 谁敢保证自己不会受伤 所以 抗生素绝对是必备品 重要性仅次于食物 水和汽油 我立刻在交易频道 挂上了收购信息 长期收购一级草药 价格免疫 结果等了半天也没一个人自询 一级草药是个什么东西 有大佬见过吗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要是这么容易就能收集到草药 恐怕这张图纸也轮不到我 看来 制造出消炎药 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我索性将图纸收好 等到收集到了草药再说 至于其他几张图纸 就简单多了 都被我制作出来了一份 狩猎长毛和防刺服这种东西 我暂时还不打算出售 防晒服和温度计 估计没有人会买 看来看去 我打算将毛毯出售 昨晚 已经有好几个生存者 死于低温 其他生存者 对于的毛毯需求量 肯定很大 我又可以薅一波羊毛 毛毯 一级预含物品 可以帮你抵御 零下10摄氏度以内的低温 制作材料 一级布料5单位 出售毛毯 每条10单位一级布料 果然 当我将毛毯挂出来之后 大家购买的热情很高 首批10条上架不到10分钟 就销售一空 我当即用赚到的布料 制作了20条毛毯 再次挂了上去 大佬 我没有布料了 用金属碎片形不行 行吧 当然 苏木姐妹那边我也没忘了 将两条毛毯系了过去 没办法 图纸大户 关系要维护好了 谢谢 刚刚弄了张图纸 你给个成本价就行 强光手电图纸 一级照明设备 制作材料 一级电子元件一单位 金属碎片五单位 玻璃碎片五单位 玻璃一单位 金属零件五单位 备注 手摇式充电 居然是照明设备 制作材料 里面除了玻璃 是二级材料之外 剩下的 都是常见的一级材料 并不稀缺 我直接就将其制作了出来 哦 性能还可以 挺好用的 给你一套防晒服 剩下的明天给你加个菜 爆炒虎针 那个 防晒服能不能再给我几套 材料我可以出 你要这么多防晒服干吗 这玩意穿一套就有用 衣服穿了两天了 太脏了 哦 省点用水 处理完了这些 我看到没有人在嚼以后 便将剩下的虎肉 都熬成了油炸 借着炉火的余温 裹上了毯子 开始睡觉 夜里 恍惚间 我似乎听到了几声狼叫 前方十米发现 落单野狼一只 对车辆无威胁 那只狼十分的有耐心 不住的围绕着车子都圈子 时不时的用爪子挠 挤下车门 试探着汽车防护薄弱的位置 不过 我的车可是改装过的 钢架车身 根本不是普通的野狼 能打开的 嗯 有没有办法杀了他 可以使用强光手电制芒 用手弩进行远程打击 好像可以试试 我拿着强光手电筒 对准了野狼 然后敲了敲车窗 在他回头的一瞬间 我打开了手电筒 雪白的光柱 指着射入野狼的双眼 野狼熬得一声惨叫 转头向着远方跑去 小子 到了现在还想跑 上台一寸 这只野狼还有反击的能力 当你靠近后 它会咬断你的脖子 近待一个小时 它才会失去反抗能力 卧槽 这么阴险 居然感应我 待会飞杀了你吃肉 我回到车上 关紧了车门 静静地等待着野狼的死亡 野狼已经失去反抗能力 周围无其他生物 可行动 哦 检测到拥有包皮刀 会对肉量造成轻微损耗 请问是否继续分解 是 获得狼肉500克120 获得内脏一副 获得狼骨一具 获得狼皮一张 获得普通筋破衣